大家收看杨森塞节目 那今天节目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特斯拉准备召回的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我在1月27号就收到了这条短信 这个短信的话也明确的提示了 因为什么原因会进行召回 而且呢明确的指出了我的车辆呢 是在这个召回的范围以内 但是呢后续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 也就意味着说我还在需要等待 那这个里面讲到了几点 第一的话就是说 它这个召回原因是因为这个后备箱的线索有故障 并且实际上是在2021年的12月底 发布了召回公告 在这个短信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个链接 表明了这个召回的公告 所以的话我们也打开这个召回的公告去看一下 这个召回公告里面是这么去写的 第一它写明了主动召回的范围 是这里只提到了model 3 但实际上我在外媒的一些媒体里面提到了model S的情况会更加严重一些啊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疑问的那个是不是部分还是存疑 目前看下来几乎所有的model 3可能受到影响啊 那这里面说这个线索的这个这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里面也提到了说啊如果去平凡去开启和关闭这个后备箱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后备箱的限速磨损啊 那磨损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电缆的这个内心分离啊 那就意味着说这根线会断 那一旦断裂的话就可能会导致 倒车影响无法正常工作啊 那这样的话倒车啊会产生比较大的安全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 所以的话会去召回 那这里也提到了这个召回的量非常大 在国内的一些媒体上看到的话大概是有5万多台啊 那实际上的话找了一篇文章啊 也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召回的过程或者是召回的原因 所以的话啊我找到一篇文章啊我们也一起来去阅读一下啊 这个虽然是英文的但是呢这个内容也不难理解啊 我也跟大家一起过一下 其实这里面有更多的信息啊 方便我们大家去了解 第一的话这是外面上提到了这个特斯拉将去召回啊 接近50万辆的model 3和model S啊 这里面其实下面有更多的细节 那显然特斯拉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消化啊 这里内容提到了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后备箱限速的问题啊 就后备箱的这个限速问题 那这里面的话其其中提到了说 是在美国生产的是几乎从17年到20年的所有的model 3啊 那就意味着这个和国内情况会有些差异啊 和一些特殊的版本的model S啊 所以这里面会提到了啊 几乎所有的model 3都受影响了 但是呢model S的版本并不是都受影响 它只是部分的一些版本 那这里面的话实际上这个内容和我们中文的描述是一样的啊 就是长期的这个开关这个后备箱会造成这个限速的磨损 会导致那个后置的这个摄像头呢 可能会无法工作 但是这里面提到了什么呢 很有意思就是说提到了这个model S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那另外的话这里面有更加细节的这个具体的官方的信息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召回公告啊 这个特斯拉去提交给高速的啊 管理委员会安全管理委员会的这个啊 报告里面显示的呢啊 特斯拉将召回475,318辆汽车啊 那接近的确接近50万辆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啊 一个内容 但是这里面的话实际上是35万辆的model 3 和接近12万辆的model S啊 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信息啊 就是说这个比例现在看下来呢 只有1%的model 3啊 明显的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但是呢有高达14%的model S的车主呢 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看下来在model S的这个车型上会更加的严重啊 为什么对于model S更严重呢 是因为这里面也提到了说 它可能会影响它的前辈箱 那如果前辈箱 而且这里面提到了 有问题的话前辈箱可能会弹开 在驾驶过程中前辈箱弹开 那前辈箱弹开意味着你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 那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你作为一个model S的车主 当你在开的过程中 前辈箱突然弹开了 然后你视线受到影响的话 这个对于车主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吓 然后呢他也提到了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里面提到特斯拉认为呢去更换一下这个限速啊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到service center里面去更换一个限速 对于model 3的这个车主来讲呢 特斯拉会就直接换换一根新的这个限速啊 然后呢也是免费的 那显然是免费的啊 期间内容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内容呢 其实上是一一对应的啊 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啊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 documentation啊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去更好的印证啊 他这个召回为什么要召回啊 解决什么问题啊 所以这个信息呢 和我们国内的信息再去做一个对比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加好的能够理解啊 这个特斯拉这次召回 也找到了一些图啊 有一些已经更换了限速的博主呢 他就发出来的他的这根限速的号码啊 他能够物料编号啊 他打印出来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这个可能跟我们国内的情况会不太一样啊 但是我理解跟进口车型 如果你是进口车型的话 那这个编码应该是没有差异的啊 如果是国产车型 可能部分的几位编码可能会有差异 另外一张图的话 其实那个博主也贴出来的 他自己的那个更换下来的那根限速啊 可以看出来这个的确这个胶皮是磨损了 导致其中一根限速已经断裂了啊 显然我相信这个车主是已经遇到了后备箱的 这个摄像头的问题啊 那就导致说他后置摄像头可能是不工作了 最后还有一张图就是这个车主把这个 线速扒开给大家看了一下 其实上这里面的线速还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可能应该后置的这根线 比较容易磨破还是怎么样啊 搞不清楚可能是在某一个侧面 所以他会先断啊 因为目前我还没有收到维修中心的召回的通知啊 所以就意味着说我还在等待啊 他们联系我那联系我之后呢 我理解应该是到他们的维修站点啊 去更换这根线速啊 对于我这样的model 3的车主来讲 应该是这样啊 但是呢 我很好奇国内的这个早期的进口model S的车主 这个处理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刚才那篇报道里面没有提到啊 嗯 等下次我到这个维修中心去维修啊 去做这个召回的时候啊 再把相应的这个信息反馈给大家 那这期的节目大概就这样啊 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